脱下鞋子 赤脚踩进水中 来到高美湿地 当然不能错过夕阳和踏浪咯 等等你知道高美湿地的水 比蔡市长的钞票还脏吗 吓得想把脚抽回来了吧 高美湿地虽然有无敌的美景 但却有来自清水大牌 和无期大牌的生活废水等 水质易受污染 水中的含养量偏低 不时传出 鱼群集体暴毙 根据东海大学2018年 针对高美湿地进行调查 研究人员在清水大牌水沟 木栈道旁牌水沟 高美桥旁牌水沟等 四处采样 进行水质大肠杆菌群密度调查 再完成的四季采样检测发现 四个采样点的大肠杆菌群密度 统统超标 最高还超标120倍 高美野生动物保护区 因列为不宜清水活动 市议员要求 台中市政府应尽速改善水质 高美实力的大产物 杆菌需要 我们的市政府做标示 环保局已针对 大台沿岸列管的 事业生活污水等 进行检污措施 水利局正在争取 营建筑经费补助 推动海线地区污水建设 改善水质 台中市政府表示 会尽快设立水质检测告示牌 提醒游客注意 总新闻台中报导 来爆料 每月有赏60万 一经录用 现报1000 照片1000 影片2000 每周点击率冠军 讲10万 月冠军再赏20万 你敢爆料 我敢给钱